望着熟悉的洞天伏地 还有浓郁的剑道气息 方尘微微一笑 总算是回来了 他向着深处走去 很快来到剑道能量最为狂暴的地方 手接布置下隔绝阵法 布置好后 他展开神魔灵眼 确定西周并无他人探查之后 这才进入小塔第25层 可当他进入25层时 却是愣在了原地 因为此层与他层不同 不再是一桌一盒摆在中央 西周也不再是宫殿 而是如同擂台 在正前方 方尘发现一个巨大的墙壁 墙壁之上有着两张人物画像 一位身高九尺 浮空而立 蔑视天地 他周身皮肤呈现红色 手握一柄红色长剑 让方尘震惊的是 明明画上五官十分完整 他却是无法看清容貌 就好像彼此有着很长的一段距离 或是说 他还没有资格看清对方的容貌 而且周身通天 魔气汹涌 其中又蕴含着恐怖剑威 如能开天辟地 斩尽天地万物 哪怕没有名字方尘也能够肯定 眼前之人 正是上古剑魔的画像 另外一边画像 此人威武而神圣 双手握剑 剑刃朝下 蔑视天地 周身金色圣光蔓延天地 唯我独尊 同样 方尘看不清对方的容貌 但他一眼就能肯定 眼前之人 就是上古剑神 方尘倒抽一口凉气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何二十五层会突然发生这般大的变化 难道 他意识到了什么 之前那人让我尽快到达五十层去见他 难道小塔的二十五 五十 七十五 一百 都会有极大的不同 想到这他也就恍然了 同时好奇地盯着上面两张画 那这一层 能给他怎么样的机缘 想着的同时 他即将来到了擂台中央位置 当他站定的刹那 两张画像的双眸猛然亮起 紧接着两道声音缓缓响起 宗师进五重 天体进三重 我等将会以你同等境界 与你一战 请做好准备 听到这一话 方尘一愣 同境界一战 难道我要和宗师进的 上古剑神剑魔 一战不成 意识到这一点 方尘顿感兴奋 随后自信道 不过同境界 可不一定是我的对手 如今的他 可是有占领海境的实力 同等境界与他一战 那不是找孽吗 也在此刻 伴随两张画光芒闪动 两道模糊的身影 从画中踏出 他们身形与上古剑魔剑神 毫无区别 手中握着的剑 更是散发出滔天神魔之威 方尘尽管觉得 他们不是自己的对手 但还是召唤出了神兵 准备好否 声音再度响起 来吧 方尘自信道 开始 声音响起 下一刻 方尘只感觉眼前一花 紧接着感觉自己飞了起来 低头望去 发现自己的身还在地上 自己几经被斩下头颅了 我去 方尘忍不住抱了一声粗口 这还是人吗 紧接着 他感觉眼前一黑 再度睁眼时 出现在了擂台之外 而在擂台中 他的尸体正缓缓消散 见此一幕 他额头汗如雨下 眼中满是惊恐 这种被秒杀的感觉 让他很不好受 特别是死亡前一瞬的绝望和无力 差点让他到心崩溃 不是他脆弱 换作是谁 当死亡几成定局时 都承受不住这种绝望感 但更让他恐惧的是 自己居然连对方 如何出手都没有看清 就被斩杀 要知道 他的神魔灵眼 始终盯着对方 太快了 只怕就算是 林海静后期强者 遇到这两位 也只有被秒杀的份 这就是上古存在吗 他盯着擂台中两道身影 顿感毛骨悚然 同时也感觉到 深深的无力感 这就是上古神魔与人的差距吗 检手是天差地别 这一刻 他竟然陷入自我怀疑当中 但很快就重新振作起来 如此看二十五层 让我与神魔交战 感悟神魔战斗之地 而且看上去 二十五层会一手开启下去 能让我时刻战斗感悟 并且还自带复活 检手就是战斗的天堂啊 尽管他战斗经验丰富 但能够无限战斗 无需顾虑其他的地方 谁又能不爱 何况还是和神魔交战 当今齐天大陆 又有谁能有这般待遇 当然 方尘深刻地明白 自己前妻必定是被吊打的存在 可这又如何 方尘嘴角上扬 双手神兵再度出现 数十枚道文展现而出 神魔灵眼开 震天灵线叮铃铃晃动 抬脚向着擂台中踏去 傲然道 不就是多四几次 几十次 几百次 一千次 不知道多少次 他摊坐在地 望着擂台上那两道身影 满脸苦涩 这还是人吗 他都被斩杀数千次了 还是无法抵挡住一剑 不过在这数千次里 他的神魔灵眼 也逐渐能够跟得上 二位存在的一剑 只是身体跟不上而及 二者的剑中蕴含的恐怖之力 是他所不能想象的 单单是剑魔之道 就足够他一生追寻感悟 却要他神魔双道同修 这条路很长 长到让人绝望 但因为长 也让方尘越发兴奋 再来 如果被斩杀百次 哪怕能够无限复活 也差不多会疯 毕竟死亡的感觉并不好受 也不是什么人 都能够承受住的 但方尘像是另类 更像是疯子 死亡的绝望 不仅没有让他恐惧 却让他越发兴奋 而这仅仅只是 他能跟上剑神剑魔的速度而及 不 或许说 能够成为天骄的 没有一个不是疯子 正常平庸之人 又岂能踏上这么一条绝路 当方尘再度踏入擂台的刹那 剑魔剑神 双眼光芒闪烁 下一刻身形闪动间消失不见 仅剩下原地一道残影 不知因为太快 或是太凶的原因 只见残影缓缓挥动手中剑 方尘瞬间人头落地 但滚落在地上的方尘头颅 并未有任何的恐惧 反而是露出兴奋之色 当重生之后 他哈哈大笑 看出来了 我看出来了 刚刚他清晰地看到 剑魔和剑神的剑斩 此刻他才恍然 这并非是剑魔的速度太快 甚至可以说 对方的速度稀疏平常 之所以感觉得快 是因为这个过程 所爆发出的 倒不是他能够看到的 就像彼此不在一个位面 他们的神魔剑道 在更高位面 这一剑不仅斩他 更是将自己所处的 低级位面的空间 时间 天地 轮回 皆斩灭 所以他才感觉很快 但其实就是普通一剑 若非被斩上数千次 他是绝无可能感悟到这一丝的 但也仅仅只是 这一丝 就让他对于神魔剑道的感悟 深入几分 尽管只是皮毛而挤 却甚比闭关修炼半载 哈哈 继续 方尘再度踏入擂台 二位存在 自然是再度斩来 这一次 他试图抵挡 当然 最终还是失败被斩 但让他兴奋的是 这一剑他再次看清 并看出皮毛 顿时让他对于神魔剑道的领悟 迅速提升 如此的修炼方式 可比闭关感悟 要强上许多 再配合神魔之血 我的神魔剑道 必定可以精进飞快 于是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方尘一手待在25层 就这般被斩去数万次后 他也就不再踏入其中 因为他发现 不管之后被斩去多少次 都无法再度感悟几分 很明显 这几经抵达瓶颈 想要更进一步 就必须让自己的境界突破 境界的差距很重要 不过就算如此 方尘也感觉到 自己对于神魔剑道感悟加深几分 而这是他以前感悟不到的 他望着里面的两位上古存在 说道 带我再入此地 必定能够 接住你们的一剑 说完他首接传送离开小塔 回到外界 可当出来之后他却是一愣 怎么回事啊 明明我在里面待了一个月 但外面好像只过了三天 在洞天福地中 时间流逝是能够感受到的 防止有人修炼过久而忘记 难道里面的时间和外面的不同 方尘一喜 不过随即一探 可惜里面没有任何灵气 也不能在里面修炼 否则一笔时的时间差 我可以在短时间内 仅仅诸多 在里面他除了战斗 就只有战斗 这一点方尘之前就尝试过 所以他才不断战斗 从未停下 不过在外面也不错 我还是先将塔内锁物锁感 继续深入领悟 试试能否现在 就融入我的神魔剑道当中 二十五层虽好 但始终是分开的剑魔剑神之道 想要融入他的神魔剑道 并不容易 不过方尘有这个自信 于是 他准备在洞天福地当中 进行感悟和尝试 而注定漫长 而在另外一边 天交阁千里之外的某处火山 诡异的是 往日沿江滚滚不断喷发的火山 此刻却是寂静下来 并且山头被人削去大半 轰轰的寒冰 将其彻底冰封重 就连岩浆也是 恐怖的寒意 更是让这里大雪纷飞 宛如进入极度寒冬 而在火山之上 正站着数人 其中九月天和五圣刚皆在 至于如此景象 则是五圣刚做出来的 此刻他手中握着一把奇异的神斧 此斧像是用冰雕刻的 但周身却是有着道道纹路 这些纹路十分古怪 就好像能够活的一样 纹路的闪烁 如同呼吸般 这正是云家的一大神兵 天寒山府 望着这恐怖的破坏力 五圣刚满脸兴奋 哈哈大笑 他望向九月天 道 公子 这一展的威力 你觉得有几分希望斩方尘 九月天也是回过神来 文言他自信道 九成 哪怕是林海静前妻 遇到五圣刚这一幅 只怕也是九死一生 方尘尽管妖念 但在妖念始终只是宗师静修为 在如今 神兵全力一展下 他还不信方尘不死 听到九月天的话 五圣刚十分得意 随即道 那我现在就去找方尘 让他在杀人风决一死战 等等 九月天叫住了他 但但说道 无需如此 再过不久你就有机会了 机会 五圣刚疑惑 九月天道 再过不久 天交阁将会开启一处洞天伏地 到时 他必定会进入其中 你便可斩他 洞天伏地 五圣刚不解 九月天道 天交阁所在的地方 在很久前乃是一处宗门圣地 其中洞天无数 而各封洞天 仅仅只是一小部分 还有诸多洞天没有开启 那处洞天伏地百年一开 差不多也要到时间了 往常都是给各方势力 天交历练 但此次 必定只给天交阁的天交 到时 方尘必定也会进入其中 我会安排一些人 与你联合斩杀他 百年一开 难道是寻星洞天 他问 对 九月也未隐瞒 寻星洞天 传闻其中 乃是上古势力所造 里面的世界十分特殊 像是会转动般 每百年开启都会不同 而其中有着上古势力所留的 无上传承与机缘 当年开启 曾经轰动过整个人境 如今再度开启 而且进入者 还仅仅只有他们天交阁地子 以为者彼此修为差距不会太大 这让他激动起来 如果自己能够从中得到无上传承 方尘之流减守就是笑话 而武作中 也必定会有他的位置 想到这 他兴奋起来 九月天并不意外 同时也心中冷笑 寻心动天虽好 但其中传承机缘 又岂会这般容易得到 其中危难 就没有必要说了 那些传承机缘 可是会自主选人的 上次他进过其中 费尽千辛万苦 才得到传承 武圣刚这种何德何能 会被传承选中 别太高兴 记住要先斩杀方尘为先 如果他活着从里面出来 那你就不用出来了 他冷冷警告道 武圣刚反应过来 连连点头 公子放心 那方尘必死无疑 嗯 九月天这才缓缓点头 既然如此 那你就继续练吧 我还有其他事情就先走了 好的公子 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期盼 武圣刚傲然道 九月天也不再多言 将临床换了过来 当看到临床的装饰时 武圣刚是满脸羡慕 船的甲板上 有着一宽大的床 在床的左右 分别站着十位侍女 各个身材火辣 长相妖柔 而他们身上 更是紧紧穿着 宛如透明的薄纱裙 那诱人之处 若隐若现 更是诱人 九月天首接上船 并卧倒在甲板的床上 随意指了一位侍女 那侍女就乖巧地 卧坐在其身侧 正要为其按摩肩膀时 却是被他首接揽入怀中 随意玩弄 也在这时临床开启 武圣刚目送临床离去 暗骂道 还真会享受 他也不敢多言 一边幻想着 能够从洞天伏地中 得到无上传承 一边继续修炼 临床带顿行数千里后 跟随在九月天身边的老者 忍不住问道 少爷 那方臣实力可不弱 更有一柄斩铃海径的剑 那武圣刚有天寒山府加持 尽管也强 但只怕不是方臣 那杂种的对手 呵呵 躺在甲板床上 挤经左拥右抱的 九月天淡淡说道 放心 他只是耳 真正杀招在后面 说完 他狠狠地捏住身边 紧穿薄纱长衣的侍女丰满处 疼得侍女娇躯 威颤 却是不跟坑声 跟随九月天这般久 他深知 一旦叫出声来 那他就会越发凶狠地柔虐 不少姐妹就是这般欲死 那是地狱 老者闻言恍然 那武圣刚 仅仅只是逼那杂种用出那一件 等这一件斩完杂种 没有任何底牌 我们的杀招再出 尿呀少爷 此次那杂种必死无疑 没有任何一丝活路的可能 九月天微微一笑 手再度用力 嗯哼 这一次 侍女再也无法忍住 疼叫出声 下一刻他郊躯俱缠 神色中满是恐惧 连忙求饶道 少爷 我不是故意的 饶我这一次 我再也不敢了 九月天微微一笑 道 别紧张 我们慢慢玩 闻言 侍女满脸绝望 完了 老者也很失去地退下 很快甲板上 就传出侍女淒厉的惨叫声 让落座双边的侍女 看得瑟瑟发抖 却无一人敢言 差不多一个时辰之后 九月天这才满意一笑 让侍女为他穿衣 至于那位侍女 早已没有了气息 方辰 好好享受你 不多的日子吧 哈哈哈哈 他狂笑着 方辰并不知九月天的 浮沙将至 此刻他挤在 洞天伏地中待了一个月 当仅存的最后一滴能量 被他吸收完后 他猛然睁开眼睛 恐怖的神魔 剑威涌向西周 伴随方辰一声爆喝 瞬间从原地消失不见 腾空而起 下一刻 手中神兵展现 何为一体 剑刃朝下 一剑落下 剧剑从天而降 伴随着恐怖的神魔剑威 正是方辰的 神魔诛杀令 轰隆隆 神魔剧剑落下 手接砸在地面之上 瞬间一个剧坑出现 如果有看过 方辰神魔诛杀令的 就会发现 这招神通与往日 有着极大不同 单单是虚影神魔剧剑 就要比之前庞大数倍有余 其蕴含的神魔剑威 更不是以前所能够比的 其中蕴含着的 还有可蔑式的威力 而蔑式 也是剑神剑魔的道之一 这一击 哪怕是灵海禁二重来了 也只能避其锋芒 如果应接的话 有八成的可能死亡 方辰缓缓从半空当中落下 露出满意之色 此次感悟 将剑神剑魔的剑斩蕴含的大道 融入我的神魔剑道当中 这可是消耗了 我不少剑神剑魔之血 不过效果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神魔之体也再度提升 突破了2000的瓶颈 不过 突破万分之2000之后 我的神魔之体想要提升 似乎也越发困难 消耗如此多的神魔剑血 居然仅仅 只到2123而起 之前它都是几百几百的提升 但此次却是仅仅如此 让它颇为不满 不过它也明白 只怕是它神魔之体 突破瓶颈 只是它并未有任何感觉 不知突破瓶颈之后 能给它带来什么好处 但这对自己 绝对是有利无害的 之后就看自己如何开发出来 除此之外 方辰的境界提升也是极快 首截从五重初期 到中期境界 要知它突破 仅仅过了一个月余而及 如此恐怖的速度 着实是十分吓人 尽管提升不大 但至少面度零海径三重 也有过几招的实力了 而且死了那数万次 我的神魔灵眼也有提升 更有看破万道的效果 对于此次闭关它 还是颇为满意的 但自己能量几经用完 也就没有继续待下去了 先去一趟天灵域 再回城门继续闭关 它一手没有时间 好好闭关修炼 等回来之后 也该是真正闭关的时候了 于是它不再逗留 首截离开洞天府邸 回到城门 准备前往天灵域 可当它回来时 却是得到一个消息 寻星洞天 年纪几经恢复了一些 尽管还无法修炼 但走动却是没有问题 方承回来时 正好听到他和清野说到 天交阁即将开启 新的洞天府邸 不由得好奇起来 这般的名字 他还是第一次听 年纪到 方兄有所不知 此处洞天中 有着诸多大能所留的传承 传闻是古时代顶尖势力所留 如果能够得起传承 可谓是前途光明啊 哦 古时顶尖势力所留 方承饶有兴趣 或许其中有神魔之道的传承 也说不定 就算没有 如此机缘他 自然是不会错过 何时开启 他问 西个月后 年纪回答道 西个月 那足够他来回一次 绰绰有余 毕竟只是放的东西 也不需要太久 方兄 一手沉默不言的清野突然喊道 我想要回去一趟 去把我妻子带过来 你妻子 方承这时才想起 清野在西荒域有妻子 而且 妻子还是一头狼 对 清野面露兴奋说道 我的妻子 体内有上股血脉 此次动天伏地 对他必定大有益处 可此次只限于 阁内弟子进入 年纪到 只能阁内弟子进入 那我妻子 岂不是进不去 清野的脸 瞬间垮了 这个简单 方承开口道 到时候让你妻子 假装是你的灵兽不就好了 阁内玉兽天骄不少 自然不会说什么 清野眼前一亮 道 对啊 我怎么没有想到 实在是太感谢你了方兄 那我现在就去 说完 他就想要向外面跑去 等等 方承喊住他道 回去记得前往八大城 别走荒芜人烟的地方 小心被埋伏 盯着他的人 要是见自己无从下手 可能会对他身边的人下手 我会小心的 清野重重点头 随即离去 年纪望着清野离去 叹道 又走一个了 这城门看似人多了 实则好像是少了 核心人员其实不多 现在好多都挤不在城门 方承认可的点头 随即他想到了什么 突然一震 等等 王兄吗 我咋没看到他 我咋没看到他 咋没看到他 昨天 以后